釜山时评团体赛今天收官 今晚将是男团决赛 国评男团对阵法国男团 期待我们国评男队再次举杯 昨晚的女团决赛 国评以3比2显胜日本女团 实现团体赛六连冠 比赛打得非常艰难 我们的两位姑娘都哭了 说明他们比赛期间的压力很大 相比于国评女队 日本队整体氛围会更轻松 毕竟他们是冲击者的心态 整场比赛 我们都看到他们充满欢乐 颁奖典礼结束后 所有的获奖队员进行合影 国评女队与日本队站在了一起 伊藤美成发现国评女队太高了 就让我们的队员站在台下 陈梦和王毅迪都站下去了 王曼玉却调皮地站在日本女团面前 这种身高占日本队里 完全把日本队员挡住了 伊藤美成果断把王曼玉推下台 双方也是笑得很开心 与王曼玉一样 伊藤美成这次视频团体赛 后面几场也没打 不过 米玛女士是因为状态没有美和好 所以不打 而王曼玉不打 则是日本队愿意看到的 因为她的外战能力太强了 王曼玉调戏日本女团的场景 太逗了 这也是我们国平赛后难得的欢乐时刻 所谓打江山容易守江山男 能实现未免确实太不容易 再次恭喜我们国平女团